上期大萌改造过后 呼唤发色教程的求求声 此起彼伏 怎么知道此起染哪个颜色显白 养啊 求求我吧 染发能显肤白吗 当然可以 请出于观察这两块颜色 是不是看起来差不多 其实它们有很大差别 这是色彩对比效应 肤色深浅和颜色深浅一样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在不同底色的搭配下 同一个颜色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 形成了视觉欺骗 所以选适合自己的发色 看起来会比本来的肤色更白新 怎么知道自己染哪个发色显白呢 冷皮配冷色 暖皮配暖色 保准显白 皮色和发色的色调严重冲突 会产生违和感 如果冷色皮配暖发色 显脸发红 暖色皮肤配冷色 脸就辣黄暗沉 换成同色调的发色 瞬间就变得白新啦 一个颜色的暖冷度 取得与组成该颜色的红 黄蓝三色的占比 染发的颜色也是靠染料中 红黄蓝三颜色调节形成的 常见染发色调号有八种 染发级的色号中会表示出 染发色度和色调 这部分是色度 代表染发颜色的深浅程度 这部分是染发主色调色号 第二位是辅色调 主色调可以判断染发的冷暖色 也需要参考辅色的色调来确定染发的整体冷暖 刚刚的知识要运用到实际上 杨买了八顶不同发色的假发 在同一灯光环境皮肤状况下 分别黑皮和黄皮的妹子戴上 看哪个颜色最显白 首先是黑皮妹子 可以看出糖果棕色让肤色大大提亮 白了两三度 人的气质也变得时尚轻盈 其次是巧克力色 显得它更白气色更好 第二位是黄皮妹子 青木灰是最显白的颜色了 妹子看起来白皙又有个性 薄藤色和糖果棕色分别是第二和第三名 想要显白是不错的选择 黄皮黑皮同学快尽下适合自己的发色吧 黄皮的雷区发色是粉色金色 这种颜色会显得又黑又黄 黑皮的雷区发色是粉色 灰色和烟粉色会显得人脸灰灰的气色差 最后画一下重点 想要显得皮肤更加白皙 发色色系一定要参照自己风色选择 你们只要记住 冷皮选冷色 暖皮选暖色 按照羊的建议来 宝宝们染完头都是美美的仙女 暖皮选 kid 流淡大伤之虚元 雪美男 于是